田老师,在今天的每日一字节目当中,您要给大家讲解和示范哪一个字呢? 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方字,这个方字就是北方网这个方字,南方北方,方法方方面面这个方字。 这个方字笔画很少,但是由于它跟很多字都发生联系,发生关系,所以我们把它呢,拿出来,向大家介绍一下它有关的法则。 我们再向大家说一下呢,在这个字当中又得涉及到笔顺问题,像我们前面讲的不字,那个字就不涉及笔顺问题,我们再讲方字设计的是笔顺问题,往往初学者不知道这个方字的笔顺,我们现在编写,编给大家讲解。 这样一个方字,这个方字啊,它的笔顺呢, 主要就是第三笔,这个横折这一笔,我们重点呢,把这一笔向大家介绍一下。 我们再来写一下,我们再来写一下,大家看一下。 注意看这笔啊,第一个从技术上说,一下笔就转折,不要慢,一下笔,这就转折。 然后这地方,捏错以后,起钩,大家看,这是个基本功,啊,这种基本功如果不好的话,你这钩挑不出这个效果来。 皮儿。 皮儿。 是这样。 所以,点完之后是横,横完之后是这个转折,这个勾。 这笔必须得先写。 往往不知道这个笔顺的朋友们,哎,常常写个字之后,就是写成一点之后,然后写一横。 然后写这个匹儿,再写这一笔,啊。 说这样写,就肯定写不好吗? 不一定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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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